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说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是古灵精 那真的非常开心 我们终于来到了12月 今年的最后一个月份 那12月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特辑呢 嗯,我想了很久 因为我想要说有一些比较热闹的气氛啊 所以我就邀请到 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就是这一系列 就是跟传统艺术传统文化主题相关的 那个系列的podcast 到后面声音越来越棒越来越好听呢 其实啊,我们的后制都是有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工作者 张永桥来帮我们制作哦 那张永桥是谁呢?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经历 他从国立台湾艺术专科 哦,就是 你自己剪哦 还是我要剪完再给你啊 啊,还是我自己报告 好,我们请他自己来自我介绍好了 那我们欢迎小桥耶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永桥 那很开心今天呢 接受古灵精的这个专访 这是我的处女秀 啊,真的吗? 做podcast 对啊,做podcast录音的处女秀 天啊,我一直以为你是音乐人 然后又就是对record的这一个区块很少 我一直以为你已经有这样的经验了 其实都是做后制比较多啦 很少是现场这种录音 哦,好哦 那你赶快赶快自我介绍一下 你真的因为你的背景真的很厉害 我都觉得找你来后制很大才小用 哈哈,没有啦 这个就是音乐制作工作者什么都要做啊 那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好 那我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理论作曲组毕业 那也有念过以前的这个台湾艺术大学的前身 叫做国立艺专 嗯 大家会不会猜到我们的年龄 因为国立艺专后来就没有了 变成国立台湾艺术大学 然后后来念音乐念一念就去剧场打滚一阵子 说一阵子也蛮久的 大概有快十五十六年哦 对,那一阵子我们好像也有交叠过 有合作到这样 嗯 对,然后后来就是觉得当演员真的有一点 有一点难度啦 是 因为要记太多东西了 就这个随着年纪增长有点越来越记不住 五步啊台词啊走位啊 嗯嗯嗯 所以就想说我还是回到我的老本行 可是因为想说要精进 所以就在35岁的时候决定要去念这个 你把你自己的年纪讲出来了 对,没关系啦 反正大家看不到我的脸 不是,重点是大家都有一张那个很同志的脸 看不出年纪的脸 我觉得做剧场就是这样子耶 对 就是你根本看不出来他实际的年龄 是啊 对,因为我们常常要演十岁以下的角色 嗯 就儿童剧 对对对 所以就是好像那个童星就未敏这样子 是 对 好,所以你要精进精进 对,然后精进然后又去美国念了电影配乐 嗯 然后后来就回来到台湾 嗯 就是开始就是继续做剧场的工作 当然有接一些其他的案子 就是音乐的案子 嗯 对,那就是慢慢的把重心偏移到做音乐这一块这样子 嗯 对 你没有讲你最厉害的 啊,我的经历吗 对啊 你知道吗,如果各位有去那个 有在做捷运 如果大家在台北有做捷运的话 会听到他的音乐哦 哦,对 现在还有吧 对 现在我不太确定呢 因为我自己去了好几次我都没听到 想说到底去哪了 这样子 但我在别的站都有听到 嗯 然后就觉得 哎,好奇怪哦 嗯 那我是2017年的时候参加那个台北捷运声音地景计划 嗯 的创作比赛 嗯 那这个计划是从你进捷运站就下那个楼梯 然后一直到检票口 应该是应该是逼卡片那个地方啦 嗯 然后就会有一个音环境的音乐 嗯 那那个时候就很幸运的就是也谢谢评审啦 就首奖就是龙山市赞这样的 对 对,然后就是感谢评审让我那时候就是有这笔奖金可以买电脑 哈哈哈哈 那表示奖金还蛮优惑的 优惑的 就是 对 就是后来他们的奖金就好像就有一点减少 然后我就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哈哈 对耶 而且你好像是第一届对不对 对,我是第一届 那后来他们好像又半额第二届 嗯 对对对 那东门站那个是怎么回事 东门站就是他那时候有评加作 然后东门站他是不会放 他只会放首奖的音乐 所以加作的话就是有奖金但是不会放 哇 所以等于是你一次中了两个奖 对对对 一个首奖一个加作这样子 对啊 而且真的超厉害的 对 然后我就想到说 因为小乔虽然说他很谦虚说他是 设计剧场音乐啊 但是其实他的背景是中国音乐科 也就是所谓的国乐科 对 那这样其实是跟我们的节目是非常非常match的 match在哪里呢 因为国乐就是所谓的传统音乐嘛 那我就想说 诶那这样子我们就这一集来聊聊国乐吧 好哦 没问题 对啊 这应该是你的老本行 对啦 以前从艺专 艺专就是从国中毕业开始念嘛 所以一开始进去艺专的时候 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国乐 就觉得好像就是南湖啊 琵琶啊 笛子 这些东西合在一起 就叫做国乐 后来进去之后才知道说 哦 其实国乐的这个范围其实很广 从很传统的音乐 一直到我们现在所谓的现代国乐 就是你看到有交响 好像交响乐团编制的这种状态 这是所谓的现代国乐 才知道说哦 原来国乐有这么多玩法 然后其实很多还蛮好听的 对 诶你那时候去国乐的时候 去那个国乐的时候没有述科吗 有啊 我就是用理论作曲考进去的啊 哦 这也是一个小故事啦 就是为什么那时候要用理论作曲考 其实是因为我很晚很晚才开始学音乐 我是国中三年级的时候 才开始决定要考艺专 我以为你国中三年级才开始学音乐 如果国中三年级开始学音乐 是啊 是啊 是哦 对啊 诶那你真的是很厉害耶 你根本就是个鬼才 非常晚 我没有 我非常晚学 嗯 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还有联考 嗯 对 然后联考就是很重数理啊 对啊 他数理我就很烂 呵 所以我只有文科好 我只有国文历史 这两科比较好 那我妈就想说那我妈就想说怎么办没有学校念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的艺专他只要考文科 嗯 所以就是就撇开数理这一块嘛 那英文那个我再拼一下地理我再拼一下 所以就这样子 好像就可以就有机会 对对对 好像有机会 然后那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术科我就是没有会任何一个乐器 所以我就开始寻找适合我的乐器 嗯 一开始是寻找那个叫做打击 嗯 想说打击乐敲敲打打好像很容易 但没有打击好难哦 打击好像有有有关系到那个身体的协调能力 对还有就是还有就是节奏感 对 然后还有其实你学到后来他不是只有拿一只棒子 他有时候要拿六只棒子 就是 六只 对六只你知道那个木琴 他可能可以拿六只 一只手三只吗 一只手三只哦 啊 很像金刚狼 呵呵呵呵 呵呵呵 是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打击对我来讲有点难 而且打击其实很贵 哦 他不是只有棒子的钱吗 没有哎 好的棒子也是价钱很高 哦 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不行不行 这样一定考不上 因为那时候很重数科 对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换 换什么 换笛子 中国笛 嗯 就吹笛子 那吹吹吹吹吹了半天也吹不出个所以然来 嗯 因为从来没有学过啊 嗯 其实那个对我来讲有点难上手 嗯 我觉得嗯 后来就有一个老师就建议说 哎你要不要考理论作曲啊 他考试的时候就是先考一些理论这样子 嗯 不管怎样先考进去再说嘛 嗯 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哦 然后就开启了理论作曲的这一条路这样子 只是在中国音乐学系里面 因为音乐学系也有理论作曲 嗯 对 就这样子 可是理论作曲出来就是作曲家吗 还是指挥那一类的 其实指挥跟作曲是他们可以相辅相成 但他们不是同一个主客 不是同一个不是同一条路啦 应该这样讲 因为呃作曲的话可以比较偏幕后 你不一定要站在台前 可是指挥的话你个人魅力是很重要 哦哼 对 嗯 哦 那一般来讲 国乐 就是你刚刚提到有琵琶 然后 二胡 二胡 嗯 一字 对对对 那都是所谓的国乐 它里面有分什么系统吗 比如说像管 呃 我们有分什么南管北管 它算是 它不是国乐 呃 应该这样讲 呃 南管北管 它是比较是属于我们的所谓传统音乐 嗯 就是说它是比较有历史文 呃应该 历史文化 对它比较有一个历史文化的传承 然后时间很悠久 这样子 对然后它有地域性 嗯嗯嗯 那国乐的话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学的叫做我们所谓的现代国乐 嗯 也就是国乐交响话 就是说我们把国乐的乐器集合起来之后 是 然后我们按照不同的呃 发音方式 嗯 跟管 跟管弦乐一样 有弦乐 有管乐 有大吉 嗯 就是琵琶跟柳琴 呃我那时候学的是理论作曲方面的话是西洋的理论 嗯 但是呢 拿来放在国乐的这个创作上面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所谓的合奏课 就是大家拿自己擅长的乐器 然后合在一起 然后是一个乐团 哦 哈哈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 很酷 哦 好哦 好哦 那所以后来你有你有去学什么乐器吗 哦有那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修 因为理论作曲也要上合奏课 嗯 嗯哼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一开始想要学的是二虎 嗯哼 但是二虎对我来讲又太难了 因为你知道二虎其实跟小提琴有点像 嗯 它没有任何的那个纸板 也没有任何的提示就是哪个音在哪里 对 你必须要靠耳朵听 嗯哼 所以其实那个对于一个音乐小白来讲 当时的我啦 嗯哼 对一个音乐小白来讲其实很难 你就是完全的音感吗 完全凭音感 去动你那个手 没错没错 嗯哼 你就是要去听用耳朵听然后去抓那个音准 那对我们这种音乐小白来讲就是有一点困难 后来我就想说好吧那不能选二虎 那选一个弹播乐器好了 因为弹播乐器有那个像吉他一样它有格子 嗯 你按下去什么音就是什么音 嗯 但是呢因为个人本人比较你知道细皮嫩肉一点 对啊弹播乐器手指头会很痛耶 手很痛啊会长简 我以前我以前国三的时候就是好啦我们我们其实年纪差不多 我也是联考那个时候就是联考一千数就觉得嗯我要去学吉他 结果后来学一学就是学一齐吧我就放弃了 嗯因为那个手很痛 而且我又是左撇子我方向跟别人不一样 嗯 所以就很痛苦嗯嗯 后来就这样就放弃 然后就乖乖的回家弹钢琴 对啊因为弹钢琴手比较不会痛 对啊而且看起来又很有气质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选了弹中软 哦中软是什么 对啊对啊中软它其实长它长得有形状有点像乐琴但是它比乐琴大 嗯那中软有四根弦 嗯嗯 阴琴好像两根吧我记得 嗯哼对那在乐团里面的话中软比较是做伴奏啊或者是做一些和弦的铺垫比较多 嗯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选了中软想说有格子可以按比较简单 嗯但是因为后来手很痛学一学习就觉得不行不行手好痛哦这样子 然后就想说要换又要换乐器 因为我们理论作曲就是有个特权就是我们可以想要学什么乐器就学什么乐器 只要你提前跟学校讲 那个时候啦嗯对 那这样子你家里不就一堆乐器了吗 那个时候对啊 哈哈哈 感谢我妈就是我想学什么 对耶中软超支持你的 哈哈哈对啊就是他还算是蛮支持我的 嗯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不行这个有一点有一点难 后来我就想说这个怨性的小孩 对后来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学一个很轻便 嗯好带 然后呢乐团人又少的 萧吗 为什么呢不是不是因为萧很少被用在现代合奏里面 嗯 但是有一个乐器呢非常的重要这样 而且它很大声 哈哈哈哈 唢娜哦 没错我后来就选了唢娜 对 哎唢娜真的到处都用得到耶 我看那个婚伤喜庆有时候就是邮寄的时候很多人都吹唢娜 对啊 所以我就选了唢娜 因为第一它很轻 嗯 第二它也不贵 就比起那些恶福啊什么的 它其实不贵 对 在我们那时候一支唢娜才多少啊 两千有早 哎两千有早很便宜啊 就一个乐器来说 对啊 而且还是只谈木头哦 当然现在不止了啦 嗯 那就 选了唢娜 而且唢娜有个好处就是因为学的人非常少 是 所以一定有你的场子 所以一定有我的场子 只要是有合奏一定有我的场子 哇 因为不管我吹得怎么样都一定需要唢娜 都是没声 有声音总比没声音好 对啊 然后就算放枪也不会有人 也不会有人敢说你什么 放枪 放枪就是大家一定听得见啊 所以还是要练 为了面子问题还是要练 但是就是那时候学唢娜的好处就是 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巡回嘛 嗯 就是去 就是代表学校去外面巡回 或开音乐会 嗯 然后因为唢娜 因为学唢娜的这个关系 我就请了好多公价哦 都不用在学校上课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你是为了 所以 这也是 所以你是为了就是 请公价 然后学这个唢娜 还是因为就是额外的额外的那个额外的利益 收获 这是额外的收获 额外的收获 因为那时候在学唢娜的时候 没有想到这件事 嗯 是只是一开始很单纯的觉得 第一他很大声 第二他就是很轻便 是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也蛮离奇的 因为其实你毕业之后是做剧场的音乐设计 对啊 这个就又是一个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那个时候 而且你知道吗 像剧场的音乐设计跟国乐的那个乐器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界面 对 对 不太一样 对啊 对啊 就很跨领域 乐器的跨领域 对 其实是 因为我那时候进剧场是因为 嗯 我们戏剧系 找我们戏上的老师 因为他们要做一出台湾早期的戏 嗯 他们找我们学校 他们找我们戏的老师 就是要帮他们做音乐 可是因为我们老师很忙 嗯 所以他就说 啊我推荐一个学生给你好了 就是你 对 然后就是因为我刚刚有他的那个主修学生嘛 嗯 他说欸咪咪咪咪 他就这样想你去那个戏剧系 跟他们开会 嗯 就是他们要做一个台湾早期的音乐 啊我没空你去 所以我就因缘际会的接触了戏剧 嗯 然后结束的时候就觉得说 哇 就是自己做的音乐在那个戏剧舞台上面被放出来 那感觉 蛮爽的 很棒 很棒 对 然后就觉得说好 那我以后我也想要就是往这一块发展 嗯 可是我刚进剧场的时候 根本谁会找你做音乐设计 他因为那个时候电脑还没有很普及啊 对 然后我们都是 就是直接就是真实乐器上场 嗯 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的制作 可以 请一个 呃乐手 或是请一 对或是请一群团来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要开始学电脑音乐 嗯 可是因为我电脑就是很烂 嗯 所以后来我进剧场 结果反而不是做音乐设计 我从 寸演员 没有从苦路开始做 哦对啊大家到剧场都是先做苦路啊 对先去贴马克 对 先去推贴 然后穿黑衣 穿黑衣 对对对 对 然后做一做之后就变成配角 嗯 然后就开始演啊 嗯 演一演配角之后就开始戏份比较重 啊慢慢变主角 这样子 主角你演过哪一个哪一首的主角 哪一首主角哦 我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斗脸啊 嗯 斗脸的那个胆小鬼 哦 哦 对啊 台词有够多的 哈哈哈 对而且那一出啊 还到上海还是北京 对还去上海演就还蛮幸运的 对蛮厉害的那一出 对所以后来就是 就变成说好像你音乐越来越远 嗯 嗯 对 所以才会有前面说到说 后来才想说做演员有一点难 越来越难的 因为台词很多吗 哈哈哈 因为没有是因为我的脑袋越来越薄弱 你知道 记忆力越来越差 嗯 所以就想说 那我就是回到老本行做音乐 因为做音乐我可以在家慢慢摸啊 嗯 为什么就 对啊 可是脑袋都要一直转那个旋律不是吗 可以转但是我不用去 因为做演员你是要跟一群人合作 嗯对 你如果吊词了 你就会影响到别人啊 嗯 可是如果你做音乐的话 你在家里你想 然后你做 不太会影响到别人 不会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 啊做幕后蛮 就是蛮惬意的 就是 比较没有那个临场感 然后比较不用那么紧张啦 对对 比较不会怕说 我会忘词 或是我等下走错的位置 怎么办这样子 其实我也会害怕 所以后来就做幕后 对啊 其实大家心态都差不多啦 然后就 就会发现说 其实自己某方面程度 其实是有强烈的控制欲望 就是你必须把整个 project 就是把它计划好 然后 其实是啊 不准有任何的闪失 对 然后 在家还有时间控管能力啊 非常好 对 因为没有人逼你 你懂吗 但是有 data 对 对 你要在死线之前把事情完成 对 然后还要完成到你自己觉得 OK 有九十分的满意 或是甚至是九十九分的满意 因为我以前都会想要追求一百 但我后来发现不太可能 我后来就退个球 对 我后来就退个球席一次告诉自己说 每一首出来的曲子都是我自己生的小孩 但是生的小孩有时候一定会有某些程度上的缺陷 譬如说个性不好啦 嗯 或者是需要教啦 那曲子也是一样啊 就是说 你可能一年前做的东西 你现在再回去听 你可能就说好 我当初怎么会这样做 我应该怎么怎么 就是他永远都会有修改的空间 对 所以我后来就告诉自己说 不要想要追求百分之百 因为不可能 但是你一定要觉得这个小孩你生出来 你是很有成就感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嗯哼 对 你不能自己生出来的小孩 你自己都不喜欢 那这样子 不行 也没办法说服别人 对 可是因为你喜欢了 你觉得他一百分 可是在别人眼里搞不好不是 哦也是有遇到这种状况啊 这个就是 又跟导演的风格 或是 呃制作人的风格又有 又有关系 嗯 嗯 所以这样我就不能问你 你觉得国乐在台湾有什么发展 对不对 因为等于是你好像就是大学毕业之后 就没有在国乐圈这个区块 其实我是离开国乐圈蛮久的 嗯 但是因为我有跟我一些 呃同学啊 朋友啊都还有联络 嗯 所以大概知道就是国乐的发展 其实现在台湾最流行的国乐发展 嗯就是我刚所谓的就是呃 现代国乐 就是国乐交响乐化 那当然传统 那当然说你说传统音乐有没有人重视有 嗯 因为自从我们政府慢慢就是 开始有这个意识之后 嗯 你看有客委会 嗯 有原住民委员会 嗯 有这些有这些团体 开始致力于就是维护一些传统文化 那当然就是南管北管 然后还有一些乱谈 对乱谈 或者是呃民谣 这些东西就开始慢慢的被保存下来 嗯 对 但是他们当然也会做跨界 所以跨界就是说 诶我今天思想起 我可不可以用一个大乐团来演奏 而不是单只有一支乐琴 那感觉又不太一样 那就会有重新改编的问题 蛮多 对对对 很多现在很多都跨界啊 譬如说我一个交响乐团 但是我配一支三弦 嗯 嗯 对 类似这样子的 嗯哼 做法 嗯 对啊 所以听起来 嗯 哦 对啊 有有啦有啦 像那个四月望雨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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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民谣 对啊 它放进来 蛮美的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 如果你要问我说现在的发展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主流是跨界 嗯 我自己的个人认为 就不管是 就是剧场音乐或者是美术艺术这一类 对对 其实现在很流行跨界 啊现在是很流行 对啊 嗯 而且你要跨界才有 我觉得跨界可以吸引到不同族群的观众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对 跨界吸引到不同族群的观众 怎么说 我举例来讲好了 假设我今天办一场音乐会 嗯 然后我就是 我就是纯 我就是纯个人诅咒好了 嗯 可能我吸引的就是音乐爱好者 来欣赏这个音乐会 嗯哼 可是如果我今天 譬如说我配合了 有舞蹈 嗯 或者是有投影 我随便讲啦 嗯哼 有投影 或者是整个乐团 嗯哼 那我就可能会吸引到其他不同的族群 来欣赏这场音乐会 嗯 所以我觉得跨界有一个很大的 会变成流行的原因是因为 它可以吸引到不同的观众 嗯 来欣赏这个东西 对啊 以前那个蹦恰恰跟贺一航他们主持 有没有 它那其实就是国乐团 但是它演奏的是台湾的歌啊 哦 譬如说晚婚的故乡啊 嗯哼 或者是 或者是呃 堆堆堆也可以啊 哈哈 对对对 对啊 对啊 那个就是说拿传统的国乐器 但是我们是还演奏现代的歌 对 哦 嗯 对好像感觉音乐在这一个区块 比较成熟齁 就是在跨界这一块他们走的比较快 因为我觉得音乐有个好处是你什么东西都需要音乐啊 嗯 对啊 因为我们常听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常常会听到有一些制作人或导演他就说 啊这也没有音乐好干哦 哦对 对 或者说这也没有音乐好奇怪哦 好像就是只要有一个旋律进来那一个 那一个session那一出戏的段落 整个氛围就不一样了 对 有时候其实我们 有时候我们在上那个上课的时候 上戏剧课的时候 上戏剧课的时候 或者是 嗯 对在上戏剧课练习的时候 就是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会放音乐 对 就感觉那个氛围好像小朋友就会被 音乐 而且就随着那个节奏哦 如果你节奏是那种比较快的音乐 他们就会讨论的很high 然后如果比较慢的音乐 他们就会讨论的比较缓慢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音乐它其实是一种很 很低调的 很低调但影响力很大的 一个 我们说weapon吗 武器 我不知道 对 因为它真的是无影无踪 你根本就不会发现 对 你根本就不会发现说 欸这音乐什么时候进来 嗯 或这音乐什么时候不见了 嗯 可是你当下的那个情绪 就会跟着它跑来跑去 嗯 我就觉得这就是音乐很厉害的地方 是 对 好哦 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非常谢谢小乔跟我们就是分享他之前学习国乐的经验 还有就是他在就是国乐跨域的一些看法 那下一集我们要来跟小乔谈谈什么呢 下一集哦 嗯 可以谈谈美国求学经验吗 可以吗 可以啊 我好多好多故事可以说呢 好啊 那我们就期待下一集小乔的就是从国乐跨界到美国的时候 就是这种异国文化之间用音乐来如何跟外国人进行交流的经验分享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你们还喜欢吗 如果你有想要知道却迟迟不知道从哪边了解起的文化或跨文化相关主题 都非常欢迎您传简讯或留言来告诉我们 我们会尽力邀请从事相关工作的老师们来节目和我们分享他们精彩的故事以及理想 我是古林金 再次感谢您聆听我们的节目 并且感谢这次的节目后制张永桥行政执行陈温如两位坚强的后盾 让节目得以顺利进行 同时也非常感谢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对于本节目的肯定与赞助 我们的节目将以一个月一个主题的方式邀请从事传统艺术文化相关的朋友 来和我们聊聊工作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请正在聆听节目的你不利息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礼拜频道上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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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